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橘子都不剪点 我当天我就是穿高领的套头套装也穿长裙都到膝盖 他还到处就是跟人家说就是我勾引他老公 女运叔说去年中原普渡被女住户指责穿着暴露 但其实他的上衣几乎盖到膝盖 对方说他不剪点勾引人夫 一连串难听字眼让他上班都胆战心惊 上班也是提音调 因为有时候怕他如果来的话 女运叔硬起来提告 想到对方却在调节委员会上态度消极 让他不能接受 和解的时候还说他是董事党夫人 然后就我要尊重他 然后也说他们是调节委员会的 就是常调节 然后他老婆第一次跟人家这样道歉 说医药费复一复就好了 污辱人 因为你打完人了 你还要你还说这样的话 然后到现在也就没有一句道歉 面对一连串莫须有指控 女秘书觉得委屈但坚持不和解 要提告工人侮辱 女住户则反告伤害双方法院件 再继续告诉我们王佳恒 看不懂 现代感线条剪裁套装 再配上设计感十足的帽子 你以为他们是空姐或妈豆吗 错了 喂 您好 以亲切笑容迎接住户 他们就是现在新兴职业 豪宅秘书 不管是接待访客 收信件和包裹 或是整理清洁公共设施 再到泡咖啡 工作内容五花八门 公寓大楼物业管理再转型 豪宅秘书和保全 主打回到家 也能有饭店式服务管理 但做起来可不简单 比如说因为像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外送员 没办法送上楼 对 那可能住户会来柜台无理取闹 除了可能遇到刁钻住户 禁忌也不少 不认识住户绝对是大忌 口风不够紧 乱讲八卦 不懂茶言观色 生活技能太差 通通都不行 其实社区都会有24小时的监视器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跟住户 保持适当的距离 我们没办法达成 或者是有点超过 那我们最主要还是会把事情的话 交给现场主管来去做协助处理 在豪宅的需求上面 大家的意识都抬头了 希望生活除了住的普通之外 都要需要做得更好 豪宅秘书要面对的是 整个社区的住户 人形形色色 要管理的事有多幼杂 该如何拿捏粪迹 处理得刚刚好 是工作外另一个重要课题 三立新闻代委呈张正豪 新北市报道